这是一族外貌奇异 鱼头人参 按他们本族传说 乃是上古鱼神与人类的后代 这鱼人族残忍了好杀 相信在屠杀之后 将对方尸体展开碎子 就能将红破同时切碎杀 所以死在他们手下的动物或人 很难保住权势 这天下之大 多的是更加凶残的事儿呢 这等凶蛮一族 怎么往日都不曾听闻过 这鱼人族 本应该待在南疆的十万大山里 而中途与南疆相连的必经之路上 正是天下三大正派之一的 焚香谷所在 偶尔有几个一族 从十万大山里面跑出来 也大都被焚香谷的弟子斩杀 我也是银青时 游历到十万大山附近 才略知一玩儿 按前辈所言 偶尔一个跑出来上算河里 但这么一大群无声无息 出现在万里之外的沼泽 除非焚香谷出了什么问题 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 请问前辈可知道 古乌族人的下落 古乌族 听说千年之前就消失了 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难道古乌族传承 真的彻底消亡了吗 若只是寻找传承 恐怕遗留下的古迹典籍 多半也是收藏在 经营当地的修真门派手中 多谢前辈之天 小猴子 你这道硬痕 怎么好像多了只眼睛似的 你打算以后跟着他们一起吗 是 年老大他们随时都会来找你 我不在乎 是他们盘久在闲 还有脸来见我吗 随你 小猴子 有言再见啦 你知道的可真不少啊 皮儿姐姐 咳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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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会杀我吗 我会的 所以你能杀我的时候 也尽管下手 你回来 找谁 这个名字 我很久不用了 这条路我走得好好的 不用你们来救分 谁情 爱与恒恨 都冲锁了心中 忍忍 你情 恋不去 喜欢梦乱睡 回去 回去 我已经回不去了 天地不忍 以万物为出口